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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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都真可 还有新招 看着起来的战斗 你都在乎计算吧 我去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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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就去找他 还有新招吗 只有这点本事 就是此刻 没有什么误判 放出代价 你出手太满了 只有这点本事 你出手太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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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这点本事 只有这点本事 就是此刻 要控制代价 只有这点安全 看着去我这 这洞主武艺倒是不差 只是做了强人 因那老者所言 碎银子恐怕以石米洞有些干系 在这附近调查看看 也许会有些线索 这附近地都能够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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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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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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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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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啊 庞纪元 你做的事情 我可是都查清楚了 开封府巨子 只有半日路程 若你还有些两日 便快快前往自首 省得我多费唇舍 自首 我庞纪元 行不改名 做不改姓 做事光明磊落 对得起天地良心 何罪之有 好个何罪之有 你何不去问问 此地的百姓 他们有哪个 敢说庞师爷 贪赃枉法 京南义的居民 确实大都对你赞誉有加 但有一人 却早已看清了你的真面目 谁 究竟何人如此胆大包天 竟敢污蔑朝廷命官 污蔑 你倒是大眼不惨 庞纪元 此人所说 便能戳破你虚伪的谎言 敢问 这算是什么说法 这个是 我也不太确定的说法 我庞师爷来此商人五年 不但整顿市集 早瞧铺路 每逢荒年 更是正在济明 百姓 更是有口戒备 若你提不出证据 我就要办你 污蔑命官之罪 刚才调查之时 曾有人提到庞纪元的为人 实事表里不义 养奉英明 庞纪元 此人所说 便能戳破你虚伪的谎言 敢问 这算是什么说法 这个是 我庞师爷 若 刚才调查之后 庞纪元 你可还记得 自家的老婆 自然记得 只是让他去钓个鱼 却到现在还不见人影 估计是给鱼吃了吧 据他所言 你虽然表面和善 带人亲切 实际上 却干了不少坑蒙拐骗 丧尽天良的功能 这些年 他可是都看在眼里 这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你 这句金玉良言 为何发笑 我向你天真无邪 一厢情愿 阿姨确实 在我府上打理事情多年 可净凭他一面之词 就要定我的罪 除非 除非你能掌握我的犯法之正 不过 那种东西 你是拿不到的 天真的 是你就对 看了这些碎影子 你还能如此镇定吗 这 为何你会有 那位老仆去定制药材的时候 便是拿这些银子付的账 若这些银子并非从你这来 你倒是说说 那老仆要从哪里去生 这般贵重之物 银子 确实是我给他的 但这只是普通的银子 可说是 随处可见 我庞纪元 也为大宋劳心劳力这么多年了 难道就不许我有点继续吗 你做师爷的俸禄有多少 我不晓得 但这银子来历并不一般 我可比谁都清楚 是 什么 看好了 这就是碎影本来的模样 这银源 是我在石迷洞中查获的 而你交给老仆的碎银子 在我仔细观察对比过后 发现 这便证明 这银子在被敲碎之前 乃是大宋观影 如此 你还能说他们只是普通的银子吗 这 这 截走观影 企图销赃乃是重罪 现在去开封府自首 拿住剩下的观影 也许还能从轻发 莫要执迷不悟了 如今以罪证确凿 你还不认罪 罪证确凿 我可不这么认为 这些银子 也许原是大宋观影 可我只是与人交易之时 偶然取得 况且那些银子早已敲碎 我只当是普通银子时罢了 你又凭什么 说是我接走的观影啊 师 师父 我手上的这样物识 便是你密谋 接走观影的铁证 这 这不是 京南驿站的令牌吗 你是从何得来 石迷洞中 庞纪元 听到老婆所言 你近来屡屡遣人 前往石迷洞 如今又让我搜到这令牌 你还有很 这个混蛋 让他有了赶紧销毁蛋 请这不把我的话 等你回事 想来这面令牌 用处甚大 能令那石迷洞主 进出各大一战 逐入无人之境 这么好用的东西 他又如何舍得销毁 搜索过石迷洞之后 已经足以证明 接走观影者 便是石迷洞中的盗匪 但我有一事 始终掺之不痛 为何盘踞洞中的山贼 会知晓观影 押运的路线呢 可我也没苦恼多久 因为这面令牌的出现 泄露观影 押运路线者 即是你庞纪元 我可有说错 你与石迷洞主说好 由他派人 接走观影后 将其敲打 融化 在庄运在敏带之中 送进驿站 各自分赃 那面令牌 便是方便石迷洞影中 进入驿站之用 获同江湖人士 劫走大宋观影 庞纪元 你还不快快扶手认罪 来人哪 来人哪 有人行刺 什么 行 大家快跟我来 有人擅闯驿站 一遇行刺庞视野 我来 要在此处 与官府起个冲突 将士闹大 那暗查康天盟之事 可会生变 不成 还是资位上策 庞师爷 您没事吧 喂 我没事 这儿 主委 那位刺客 兴许还会再来 今夜 要麻烦各位 守住驿站了 这是我等职责所在 自当效劳 想拿我庞纪元 下辈子吧 Ans 诸位 辛苦了 这是 一点小意思 下官的安危 可就全场着你们了 谢 谢庞师爷 那是白色的鹰 相传白鹰极为罕见 为何会出现在 好 宁知草菅人 腰下有龙泉 庞纪元 这回 你可踢到铁板了 你 你究竟是何方神圣 诸葛语 诸葛语 难道你是十多年前 那疏密是诸葛卫的 父亲明慧 岂是你叫的来 我已解了你的死穴 半个时辰内 你便会逐渐衰弱而死 这段时候 好好忏悔生前所犯之过吧 我还不要死啊 那家伙要我再次等候 进一步消息 不知道会等到何时 现在父亲先晃了 看来是没什么闲下时间了 恶人杖或许会在公孙策身上 而他稍后将出现在开封府 看来是时候走到开封府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招又让你倒下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把他的刺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正式场合 莫唤本府为大哥 公堂之上 本府必不寻思 若你是清白的 本府自会还你公道 是 我知道 好了 别这么紧绷 陪本府下盘棋吧 啊 现在吗 离声堂上有些时间 顺便让你舒缓一下情绪 本府先吧 马八进七 嗯 俗七进一 这人便是开封抚引包拯吧 那柴佑便是戴审的嫌疑犯 但两人看起来却相当熟识 圣堂前让嫌疑犯心有旁骛 无暇思考脱罪的方法 这包拯对熟识之人 也非常不客气 不过 这跟我收到的消息 似乎不太一样了 好像没看到公孙策 若情况有变的话 也差不多该点落我的 华香 我正在等你 我看看 公孙策被改派去江府搜证 且恶忍状不在他身上 虽然无法一步到位有点可惜 但除了先接近公孙策外 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谢了 怀香 怀香离开时 似乎留意了一下旁边的糖果贩子 但怀香一向不喜欢甜食 莫非他对其他东西有兴趣 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先前往开封西北方的江府 接近公孙策吧